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击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最近网络剧《江夜二》的剧情十分精彩,在整部剧中,宁缺获得了很多师兄朋友的帮助,其中唐王李仲义也是他最强的后盾。 在一开始桑桑被发现是冥王之女后,所有人都想要杀了他。 但是唐王认为桑桑是唐国的子民,他作为帝王就应该保护桑桑。 他宁愿与所有人为敌,都要保护子民的心令人敬佩,这也证明夫子的眼光没有错。 当年夫子在李仲义和李佩妍之间选择了李仲义做唐王,李仲义确实也没有辜负夫子的期望,他做上唐王后确实给人一个好君王的印象。 李仲义也是书院的弟子,但是他的修为不高。 在上一季中李仲义与命缺成为了望年娇,命缺的字上李仲义非常喜欢。 而李仲义与夏天的感情也让人很动容,虽然夏天是有目的地接近他的,甚至还差点害死李仲义。 但是李仲义原谅了夏天,因为李仲义知道夏天已经爱上了自己,就像自己爱上他一样。 不过在江夜二里,李仲义开始变了。 虽然他还算是正派的,也帮助宁缺和桑桑,所以在众人要罚唐之时,宁缺会回到李仲义身边帮助他守住唐国。 因为命缺有恩必报,知道自己和桑桑遇难之时,李仲义帮了很多忙。 可在援助中,李仲义最后的结局不太好。 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的,说吃了夫子的肉就能长生不老,从那以后李仲义就开始打夫子的注意了。 被夫子发现之后,他对李仲义失望不已。 最终夫子把李仲义给杀了,一代君王就此陨落。 谢谢您的观赏。 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请您订阅吧。 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。 一定要记住,订阅琪琪呀。